前段时间,欧洲天然气每千立方米价格突破3600欧元大关,创历史最高水平。 天然气价格飙涨,影响的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然而,中国作为全球天然气最大进口国,受到的冲击却比预料中要小一些。 其实,这一切与八年前中俄之间的一个神操作有关。 2014年5月21日,在中国俄罗斯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中俄签署天然气供气协议,这次合作非同一般。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规格高,由两国国家元首极力促成并见证。 二是,分量重,合作金额高达4000亿美元。 三是,期限长,合作期限长达30年。 时任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总裁阿雷克谢米勒坦言,这是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单生意。 放在全球商业史上也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这笔大单能签下实属不易。 先是1994年,俄石油企业向中方提出修建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地区石油管线的建议。 两国开始磋商具体合作事宜。 之后1996年,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中国时, 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俄关于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议。 从1994年算起,中俄谈了整整20年。 管线走向付费方式、资源落实定价方式以及价格都是合作谈判的难点所在。 终于到了2014年,谈判迎来了转机。 这一年,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脱乌入俄。 克里米亚入俄完全打破了过去的政治格局。 俄罗斯与美国欧盟关系愈发紧张。 作为制裁措施,欧洲国家试图逐渐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 失去了欧洲这个大客户,俄罗斯急着为天然气寻找下一个买家, 以填补市场萎缩带来的空白。 此时,经济加速崛起能源需求强劲的中国当然是最好的买家。 于是,中国俄罗斯签下了4000亿美元的大单。 双方商定,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 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 从2019年12月1日起,俄罗斯开始通过西伯利亚力量输气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 这标志着4000亿美元的大单开始落地。 对于这次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戏称,中国喝我们的血。 中国部分网友则评论,中国到了冤大头。 评论两极分化的核心点其实就是价格。 中国花4000亿美元买天然气,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因此,中俄签约后,价格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俄同社塔斯社的报道称,俄气希望价格在400美元每千立方米, 而中方能接受的价格是350到360美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索研究员孙永祥分析, 俄罗斯提出的价格是388美元,中国期望的价格是380美元, 最终价格可能居于两者之间。 还有外媒经过精心计算之后,得出的价格是350美元。 如果是350美元,这比俄罗斯卖给欧洲的要便宜不少。 也有人认为,是买贵了。 因为中国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兰等中亚国家进口的天然气均价只有200美元。 不过,两者不能简单的对比, 中国从中亚进口天然气便宜是因为包括气田、管道等基础设施都是中国掏钱建的, 当然要更便宜一些。 俄罗斯则不同,整个管道由俄罗斯和中国分别建设, 再加上俄国的气田在西伯利亚永久动土, 环境恶劣,维护成本非常高,要投入大量资金。 俄罗斯投入大,自然要从价格里找回来。 其实,像中俄4000亿美元的大单做的又是30年的生意, 价格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数字。 综合期货、现货等各种因素, 这个价格大概率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公式。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计算方式如何, 中国拿到的都会是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 但背后的意义可不仅仅是便宜。 有这样几点原因, 第一,这笔天然气大订单保障了中国的能源安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 对外依存度超过40%, 要想保障能源安全,除了提高自己率外, 最务实的举措就是进口多元化。 俄罗斯天然气产量巨大又毗邻中国, 确实是最适合的选择之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俄罗斯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这条管道是单独建设, 并且绕开蒙古直通中国。 简单说,就是专用职贡, 无疑又增加了一份保障。 第二,优化中国的天然气布局。 我们都知道,中国地方大, 能源却分布不均, 合理经济可靠的供给能源不是件容易的事。 西南方向来自缅甸的天然气管道直通中国, 周边国家都可以通过这条管道向中国输出资源。 西北方向主要进口的是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天然气。 华东和华南借助出海口优势, 从卡塔尔,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液化天然气。 纵观整个能源布局, 东北华北的能源供应是偏弱的, 而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恰恰明补了这一环节。 第三,助力人民币的国际化。 中俄4000亿美元的大弹虽然以美元计量, 但交易并非全部以美元结算。 根据协议, 俄罗斯同意在未来购买天然气时, 中国可以用人民币结算部分购气款, 并且这个份额逐年提升, 这当然能够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从中俄两国关系看, 八年前的这次合作是能源合作, 也是经济合作, 更是政治合作。 八年后, 虽然天然气价格飞涨, 但因为与俄罗斯早已谈好价格, 中国受到的冲击相对小一些。 今天看来, 于中国而言,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益者。 于俄罗斯而言, 虽然美欧持续制裁, 但中国的项路稳定可靠, 无形中增加了底气。 那么, 中俄八年前的这次合作, 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 好看。